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群里面就逐步的发了这些帖子 那么帖子里面就包括有具体的时间是做哪些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项目方又会下一步部署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帖子呢 我把它转换成音频来放给大家听一下 然后大家呢可以自行的去判断一下这个事件的真与假 亲爱派派友们 我在慢慢近三年传播免费挖矿将要结束 让历史记下数位资产全球免费享受辉煌历史时刻 信派者的白白的恩典 在线耶稣拯救信他的人的神话 是否神话咱们拭目以待 最后六十天 尼古拉斯宣布将在明天抽取全球派友十万名 首次进行身份证KYC实验 测试身份证KYC没问题 将进行全民KYC身份证认证 全民KYC认证的时间 将根据这次测试的效果而定 具体在11月1日之前 完成全民KYC 委派正式上线做准备 报道 尼古拉斯首次在邮件中是这样回复派友的 我们核心团队正在加快派的进度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 距离第四季度我们正式上线的规划 我们将在今年12月1日正式上主网 11月之前完成全民 后仍然还是正常的 那么恭喜你 你将在派正式上主网后成为超级富豪 11月1日至11月30日 主要进行派全网生态测试 这个阶段和全民身份证KYC一样重要 历时一个月 前两周是在测试往下测试 后两周是在模拟正式网下面来测试 尼古拉斯在邮件中首次谈到 测试生态个数多达近几百万个生态 派友们可以在所有生态中进行测试 体验这个全新的派生态系统 这将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派未来会闻名全世界 12月1日 尼古拉斯规定的正式上线主网的时间 在这一天 所有派友的默默坚持 终于得到了回报 同时 所有的生态也是正式生态了 在这一天 测试节点也会变成正式节点 派网络的正式执行 有节点证 世界管 有节点驱动 派正式上线的时间 从此和核心创始团队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个有几十万节点驱动的全球最大的网络 正式执行 那好语音的话 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完了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先不去考虑 它所说的这个事件 是否是官方所说的 也不考虑它是否是真实性 那么我们就按照 它讲的这个内容 来去分析的话 那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 那比如说就最简单的 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 每天选十万名KYC人 进行KYC的测试验证 那让你去通过KYC 那这个时间段呢 是选择十月七日至十月十日 刚好呢 是内地区的一个国庆节过后 直到派呢 它是属于一个全球新的项目 并且呢 是美国主导的一个项目 那它为什么会选在 刚好去匹配中国区的这个国庆节 完了之后才去让你们去KYC呢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节日 它不会去调时间 而单单是在中国区的这个节日 它会调时间呢 那当然这个东西啊 有的派与说 它是因为针对中国区 可能会是因为长假的原因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进行调整 那好 这个呢 我们就暂时不太过多了 去纠结这个问题 反正我看到的项目方 如果说他真的要去选择 他要去做哪件事情的话 他肯定是以派的这个时间的 而非以其他国家的一个法定时间 来进行他的一个计划的 那好 那关于这个时间选定的这一块 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说了 在整个的核心的项目方呢 他会单独的将这个私人的邮件 和我们私下的派友进行发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我以前也有做过节目 就说讲了派呢 项目方和我们的派友的社区之间 肯定是有断层的 他们的直接沟通方式呢 是通过官方的一些消息去发布 或者说是对于一些采访的消息 发布 或者说AMA的一个问题解答的形式去发布 其实我们问了他的问题之后 他不会马上去给我们给予 很快的一个回复 而是将这些问题收集了之后 等到他需要想去回复的时候呢 把他打包进行回复 然后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那这样呢 是回答了我们所心里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他没有那么及时 而这次的这个帖子里面 说的比较正式 就说了尼古拉斯核心方呢 通过私下和派友 用邮件的方式沟通 说明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说了 在10月的11日至11月的10日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清理一些恶意账户 或者说一些没有去挖派的江户 就说你是恶意囤积账户 或者说你是刷子 他会把你给清理掉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KYC呢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分辨刷子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你像在这次尼古拉斯团队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讲了这些难题之外 你看这马上就到10月份了 就是说他刚前脚 接受完别人的采访 说KYC目前还预见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呢 再没等过几天 不到10天的时间 项目方就会开始清理一些机器账户 清理一些刷子号 你说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呢 刚刚才给别人说了说 我们现在预见了一些难题 那后面又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并把刷子清理掉 我觉得应该是不大可能的 还有呢 就说他们派友想去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要这些下线来去认真挖矿 因为如果说你不认真挖矿的话 会在这10月的11日至11月的10日之间呢 将你的账户给清理出去 我想你这来才是他们想要去表达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认为啊 这些东西啊 并非是项目方去发布的 也并非是项目方通过邮件和这些社区成员去进行沟通的 而是呢 我们这些社区成员进行接照的一个事实 来给下面的下线 或者说群里面的群友 去告知他们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哦 你们要敢去认真的挖派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另外再说一下这个组网的事情 那么这里啊 他也提到在12月1日的时候 尼古拉斯呢 规定正式上组网 那么在这一天呢 所有的派友默默坚持都会得到回报 那我相信尼古拉斯他不敢去这样说 因为按照我们正常对于尼古拉斯夫妇的一个做法来讲 你问及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以大太极的方式把这个事情给圆化过去 不会去直接回答你任何需要得到肯定的答案 哪怕是你问他一个价格也好 或者说问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好 他会只回答你一半 而我们这次得到的这个帖子啊 他是12月1日尼古拉斯规定正式的上线时间 尼古拉斯会不会规定上线时间 我们不知道 他肯定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即便是这样 尼古拉斯博士呢 他肯定也是会很低调说 是什么时候可能会上足啊 我相信他不会把事情说的这么绝对 那这里啊我相信应该是派友啊 想对下线的这些人啊 打一击强行针 让他们觉得在12月底的时候啊 就能面临了这么久的辛苦之后 能够得到回报 而在这下半年的这几个月时间呢 努力去挖派 其实啊我觉得 12月份能不能上公开线主啊 我在今年上半年之前的时候 我应该觉得应该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按照我现在目前的状况去推算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应该会比较低 但是不管说是他上与不上的话 我们点这个闪电是不受影响的 你上了主网之后 你只能说你早一步看到了成果啊 早一点去拿这个果实 而你吃一点之后呢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弊量 你的弊量也会随着你不停的点闪电 你的数量就会不断的累积 在未来的时候上公开线主网 也并非是一个坏事 只能说我们的派友呢 等起来确实是有点难了 是有点难熬 这一点我们也得承认 那再来说一点就是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上百万个的白名单会正式上线 这个呢我觉得不太现实 因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已知的白名单啊 也是屈指可数 你在说上百万的落地项目啊 进行落地 完全在这个几十万的节点里面去运行呢 这个网络会不会造成拥堵 我们不好说 但我们知道 以现有的这个进程来讲 拍的这个已知白名单项目 都没有达到这么多 何来说是在12月份的时候 会达到上百万的这个白名单项目去落地呢 我相信这个东西呢 也造谣也造的有点大 那我当然也希望在12月份的时候 能够上公开一下主网 也希望能够有达到上百万的应用落地 让我们去使用 但是我们从理性和逻辑去看的话 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而且做节点的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呢 要远远低于这些做商城的 或者做这些应用的 所以我们在做节点的时候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你说做应用的 而且是要拿真金白金去投钱的这部分人 会多达上百万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我们派友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那当然这个呢 仅仅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分析了 不代表就是所有派友的一个想法 如果说你们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觉得有哪些不可能的 或者说哪些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到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